有时候,人生会给我们带来挫折和失败,让我们感到迷茫和沮丧。 然而,正是在这些困难时刻,我们有机会选择重头再来,重新开始,追求新的目标和梦想。 本文将探讨为什么重头再来如此重要,以及如何在人生中寻找重生之路。 首先,让我们明白为什么重头再来是一种重要的品质。 人生是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旅程,每个人都会面临失败、失望和困境。 然而,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些挫折。 重头再来是一种积极的态度,它意味着我们愿意接受失败,从中吸取教训,然后重新出发。 这种积极的态度不仅有助于我们克服困难,还能够激发内在的动力,使我们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那么,如何在人生中找到重生之路呢? 首先,要接受失败和挫折。 人无完人,每个人都会犯错,遭遇失败。 重要的是要把失败看作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,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挫折。 其次,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。 有时候,失败和挫折是生活在提示我们,我们可能走错了方向,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标和梦想。 这时候,调整或重新制定目标是合理的选择。 此外,要制定计划和策略。 重新开始并不意味着毫无准备的行动,而是需要制定周密的计划和明智的策略,以确保我们在新的开始中更有把握。 最后,要保持积极的心态。 重头再来是一项挑战。 但坚持积极的心态和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克服困难。 实现新的目标。 重头再来是一种强大的品质。 它能够让我们在人生中充分发挥潜力。 克服困难,追求幸福。 无论我们曾经经历了什么,都有机会重新开始。 塑造更好的未来。 不要被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所困扰。 而要勇敢地踏上重生之路,追求新的梦想和目标。 重头再来是人生中的一次机会。 也是一次重生,让我们珍惜它,勇敢前行。